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2条 主要反应 空抬房租 五兆经营 不退押金 打隔断群租 转速贪人 强制贷款付租金 对委托出租房不予维修 采取软暴力度索眼 恐吓 骚扰 威胁租房 人等八类问题 共涉及九个城区的三续家经济机构 其中 强制贷款付租金屡次被媒体提及 一些选择常租公寓的租户在签完合同后才发现 原以为只是租了房 没想到却莫名其妙背上一笔贷款 还有观点认为 这种所谓的租金贷或者房租贷 正是当前推广部分区域房租绍行的原因之一 租户 签完协议之后才知道背上了贷款 今年刚刚毕业的张女士在某常租公寓平台租住了一套房子 她本来计划只租一年 最终却签了两年的合同 张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我们来签合同的时候 她终结让我签了两年 其实我只想租一年 但她让我签两年的 到了付款的环节 她就让我签第三方的租赁分析平台 当时我不知道它是租赁分析平台 中介说 如 我选择按月付的方式 而且质押一付一的话 就得签这个平台 我问这个平台是做什么用的 中介说就是负责收款的 每个月往里面打钱就好 后来 该中介又让张女士签署了一份银行卡自动扣款协议 事后 张女士才注意到 这个她本以为收款的租赁平台 实际上 替她贷付了24个月的房租 而她每个月所交纳的房租 实际上就是房租分析贷款 今年5月 华夏时报曾报道 蛋壳公寓日对外宣传的房租 压抑负一使为房租贷而遭到租户投诉 蛋壳公寓则回应着 分析岳父是目前长租公寓互联网运营平台的一个普遍做法 该方式是互联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发展趋势 此前 蛋壳公寓执行董事长沈柏阳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长租公寓行业是重资产 重资本的行业 需要运用金融工具 沈柏阳说 我们所使用的金融工具 包括私募融资 包括与租房分期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合作 把行资产证券化的ABS公募产品 甚至包括未来做自职物业 另一方面 互联网金融也是我们未来增值服务 一个很好的想象空间 沈柏阳表示 三年后蛋壳有100万间房子 住着150万的半 令年轻人 这些人可能每天要花10个小时 而蛋壳公寓可以积累大量的行为 信用数据 从而衍生出与金融增值服务相关的产品 他认为 租客未来可以在平台上做租房分期 这可以变成增值服务利润的一个来源 有观点认为 对于长租公寓平台来说 通过房租贷模式 能一次性收到全年租金 而支付给房东的款项则是爱记度支付 这个时间差也让长租公寓平台有了更充裕的显心流 能以更高的成本抢占房源扩张市场份额 无收入证明也可贷款 花费不预期就能签约 租金带风口能力堪忧 目前 除了第三方房租分期平台之外 部分银行也进入到房租贷市场 这也意味着长租公寓平台把融资风险转价 给了第三方融资机构 银行 房客和房东 平台风控能力是否能够支撑长租公寓行业的正常发展 这恐怕只能是一个问号 目前 蛋壳公寓在北京与某银行 有房租分析贷款业务合作 中国之声记者向该银行贺服丢化咨询时被告知 无需收入证明就可以申请房租贷 该银行贺服人员表示 贷款资质的要求是年龄的21到40周岁 借款人和租房人为同一人 借款人名下没有为结清的房租贷 然而他对借款人的工作没有什么要求 而另一家长租公寓平台自如的客服 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只要花杯不逾气就可以签约 干贺服衬 自如只跟芝麻信用合作 没有介入央行征信系统 长租公寓首例爆仓事件 杭州顶家破产 4000练租户受损 记者昨天下午在位于姚家闻仙大厦 阿老的杭州顶家办公区看到 现场一片狼藉 工作人员早已不见踪影 七八名租客和房东情绪略是激动 正在跟赶来维持秩序的两名警察进行交涉 8月20号 杭州顶家贴出一纸通知 宣布破产 导致约有4000户租客受损 顶家公司办公室主任周峰妙告诉记者 他们到部分员工已经离职 公司正在筹集资金 接下来 会对债务问题进行核算 目前杭州顶家的租户及房东组成了大大小小的维权群 想通过协商或者法律等图定挽回损失 这将天策律师事务所律师丁星向房东和租户们建议 可以分别起诉中介 要求其承担合同上约定的违约责任 专家部分互联网金融机构盲目开展业务 有必要予以纠正 今年来互联网金融加租房 互联网金融加培训等模式不断出现 由于承诺的分析变贷款 强制网贷等 引发的纠纵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指出 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为了扩大流量 在短时间内把业务规模迅速扩大 会采取各种手段 欠缺危择意识 盲目开展业务 甚至包括把未来的资金作为底价品进行贷款 郭田勇认为 无论从业务流程还是风险管理来看 租金贷都有比较多的漏洞 现在为了防范兼容风险 保证经济平稳增长 对一些机构或越冒进的行为还是有必要来进行纠正